那帶您關心天氣了 重點就是昨天升級為強臺的 疏離機颱風 會不會影響臺灣 為臺灣帶來水氣呢 首先帶你來看路徑前世預測圖 目前這個疏離機的持續往西 預計在週三靠近菲律賓 旅宋島之後會來個大轉彎 之後是往東北的方向前進 而這個時候 這個臺灣的東半部 陰封面水氣將會增多 在週四 週五的時候 是最接近臺灣的 東半部會有局部的短暫雨 不過對西半部影響還是比較小的 所以難解旱象 至於今天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白天 北臺灣早晚較涼 氣溫是只有17到26度 而中南部這個高溫也是比較下降的 中部是21到29度 南部是22到29度 至於在東部地區是17到26度 最後氣象小叮鈴 再來帶您整理一下 颱風目前離臺灣還有一段距離 不過到週四的時候是最接近臺灣的 而今天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高溫是稍稍下降了 早晚比較涼 要夾減衣服 最後特別提醒 因為受到沙塵暴的影響 在空氣品質方面 越晚會越差 如果出門的時候 記得要戴上口罩 以上的次是氣象巨型帶給你